大家好,我是阿勇 本期视频分享一道家常菜 杏鲍菇炒牛柳 首先准备300克的牛肉 逆温度切成条 牛肉要想好切的话 在这里我建议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三分钟 切好的牛柳呢 我们放到碗中 下面给碗中倒入少许的清水 用手抓一抓 然后放到一边泡上十分钟 这一步呢 主要是为了降低牛肉中的这个腥味 如果你喜欢牛肉中本身的本味呢 你可以忽略掉这一步 十分钟后 我们把泡好的牛柳呢 水分挤干 放入到碗中 我们把这个牛肉呢 预处理一下 这样牛肉吃起来会更嫩 首先我们往里面加入蚝油少许 黑胡椒粉一克 生抽十克 食用小苏打一克 黄酒十克 先用手抓拌上几分钟 让这个牛肉呢 充分的吸饱汁水 下面再加入少许的粉面 再次抓拌 这一步主要是为了锁住牛肉中的汁水 抓拌均匀后 我们倒入少许的花生油 这样的牛肉吃起来会更滑嫩 而且下锅的时候不会出现粘点 下面放到一边呢 腌制15分钟 下面准备两根星暴菇 先把星暴菇切成片 切好的片呢 我们再改刀切成细条 下后我们放入盘中备用 红椒一块也改刀切成大小适合的条 青椒少许也切成条 二则主要是为了搭配一个颜色 大蒜准备几个改刀切片 切好的片我们放到一边备用 下面就可以直接操作 起锅放油 油热后我们放入牛柳进行滑炒 牛柳变色后呢 我们控牛捞出 再次起锅 加入少许的底油 油温五成热的时候 我们放入蒜片和青红椒炒香 炒香后我们倒入杏鲍菇 杏鲍菇有一个特点 非常的稀油 翻炒了十秒左右后呢 我们沿着锅边点入少许的清水 继续大火翻炒至断生 然后呢我们倒入牛柳 炒至均匀后 我们加入一克白糖提鲜 少许的蚝油增香 生抽五克 再次翻炒均匀 然后加入一克的黑胡椒粉 一克食盐 再次翻炒 点入少许的粉嵌水 让汁水挂在菜品上 这样子即可出锅装盘 这样一道路口鲜香滑嫩的 杏鲍菇炒牛肉就好了 孩子也非常的爱吃 你学会了吗 更多加热菜请收藏点赞 阿优美食小厨 阿优美天带给您不同的美食分享